如果一道菜足够热门 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菜馆都会做这道菜 比如这道黑椒牛肉粒 是粤菜中考验厨师火候的一道菜 但是你知道它原本的样子吗 黑椒牛肉粒主要是接见了西餐的一个做法 在西餐里面就是牛耙都跟黑椒是最好的一个搭配 西菜中做是粤菜的传统手法之一 聪明的粤菜厨师将经典的黑椒牛排切成小块 原本不擅长使用刀叉的中国人 就可以用筷子一起分着吃了 为了寻找这道粤菜经典 我们来到了翡翠酒家 这个在新加坡有着二十多年历史的粤菜品牌 开到上海以后 连续两年被评为米其林推荐餐厅 黑椒牛肉粒也是这里点击量最高的菜之一 黑椒牛肉粒其实现在最难的 就是对火候的一个掌控 刚入行的时候 似乎是不费验我做这道菜的 刘万生 粤菜厨龄二十年 翡翠酒家的行政总厨 他说 中餐烹饪都是大锅大火 牛肉被切成小块之后 更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掌控 黑椒牛肉粒主要就是要吃到牛排里面的一个汁水 因为中国这边接受不了牛肉里面有血色 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牛肉的熟度要做到刚刚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学这道刚刚好的黑椒牛肉粒 第一步 腌制牛肉 牛肉选择澳大利亚M3级别的牛小排 当然 也可以用普通的牛里脊来代替 首先我们要把它切成粒 要捏着这个纹路去切 请注意 切成厚度在两厘米左右的小块更能保证入味 然后 腌制牛肉 加入盐 酱油 生粉和糖腌制十分钟 详细的比例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就能获取 在腌制牛肉的同时 把彩椒和洋葱切成大小均匀的三角块 第二步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煎牛肉 煎之前 用酱油 蚝油 盐 加水 调酱汁 首先要把这个锅烧肉大概是20秒左右 煎牛肉要用小火 只需煎上下两面 每面煎20秒左右 煎至8成熟即可 这个牛肉我们大概一看表面就知道煎到几成熟了 一句轻巧的话 师傅煎了20年 当然 你也可以切开来看一下 第三步 炒制 开中火 放入黄油 洋葱粒和黑胡椒 倒入切好的配菜翻炒 炒至不宜过久 炒到稍微变色即可 放入牛肉粒 接下来的动作要快 在锅中快速翻炒三次 再倒入酱汁 将酱汁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如果你不会翻锅 用筷子和勺子快速翻动也是一样的 好的黑椒牛肉粒 磕磕 外脆里嫩 熟度均匀 一口下去 肉质四溢 犹如品尝一块高级牛排的精髓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